桃源市杨梅区的富冈国小躲避球队成立十多年 女子躲避球曾在全国赛夺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而受到疫情影响学生已经两年没办法来比赛了 幸好疫情趋缓即将在7月下旬参加全国赛 即便在烈日之下小学生不怕苦积极备战力拼夹击 艳阳高照富冈国小这一群躲避球队学生展现无比热血 为了即将到来的全国躲避球赛 积极备战 不管男生女生不怕汗流浃背 因为打躲避球就是好玩 好玩而已 好玩而已哦 那你加入多久了 今年第四年 第四年了 那你觉得练躲避球会很辛苦吗 不会 不会哦 那你觉得你的专场是什么 攻击 也有学生一开始加入球队也会怕球 但不断练习掌握心态和方法 如今最强的部分就是攻击 那时候是同学把我带进去 然后前面就对球没有那么熟悉 后面慢慢才开始觉得这躲避球很有趣 慢慢接就是觉得说把球拿到了 会就是带给团队有一些帮助 然后就会慢慢开始有勇气去接球 躲避球队教练徐水章也是富刚国小躲避球队的校友 如今回到学校带领学弟妹力拼家机 已经发展15年的躲避球队 特别维持传统打法 让对方难以攻防 像下一躲避球基本上都是以一排为主 就是他们是占一排为主 而我们基本上 我们现在是还有继续用比较传统 就是十几年前以前的打法 就是三排 就是等于就是其他学校打我们的话 他们要比较不容易打穿我们的防线 受到疫情影响 学生已经两年没有比赛 校方也特别安排多场友谊赛 让学生习惯比赛的节奏 有信心在7月下旬的全国赛报回好成绩